今天看到他突然監察 所以我都覺得適當的 不要妨礙這條路 不能避雨停兩個月就差 民建聯大浪費鬼 這兩個位於質如沖海堤街 用了21萬公帑 建的不能避雨停 因為沒有實用性 一夜之間爆紅 不過想不到這個裝飾品 只是在短短兩個月 昨天竟然 我吃飯剛才12時半 見到的車 然後我有個吊雞 接著工人綁起 接著吊起 開始踩 我吃完飯 回到1時半 就刷第二條路 在附近上班的梁先生 還說這兩個停 又壓扁 又不方便 拆了都是好事 這兩個停 就是由這位民建聯區議員 在今年5月 成功爭取回來的 他說之前有意見認為 海堤街不適合 所以會放到第二道 但就不清楚會在哪 因為都是由民政處統籌的 記者都問過民政事務總署 但暫時還未回覆